詞曲 李宗盛 李宗盛 好 西人頭善 講多次 五居總善 本來講兩次而已 啊 現在有些網友三次都在 不是 我要搶麥 其實當初民主黨和民主派很擔心戲碼不夠 現在陳婉嫻跌出來 田北俊又跌出來 戲碼夠 氣氛好 選舉氣氛自然高漲 其實這是有選舉經驗的人都是common sense 那為何這麼害怕呢 你覺得我們為何這麼害怕呢 我不知道我們為何這麼害怕 我不知道 但你如果問我 本來夢幻組合就是你Martin出港島 你華叔出港島 旭文九世 然後最厲害的那個 我不知道新西是誰 或者譬如你何俊仁 或者李永達 李永達 不是李永達 李卓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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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些事案一個 在九東 然後在九東 你就出了票王還是票后 你出了劉慧卿或者誰 這樣你是一個夢幻組合 那你就有得玩 即是說如果你真的大家開城布公 那時候想的話 就是出最好的人 下去每一個區 隨便找一個人遲了之後 出最好的人下去 然後全部跟他真的講一個訊息 因為訊息大家compromise 談通了 這樣我們就會告訴選民聽 這個是香港歷史的一個分水嶺 亦都是香港將民主棒交到下一代的分水嶺 去感召大家 對 感召大家下一代要出來 特別下一代要出來 這一件事呢 其實應該在這個時刻香港要做的 這個香港不只是為了維持政治改革的問題 那個momentum 而是為了維持香港整個中國的地位 我相信我這樣想 是比較高點遠足感浪 就是說整個香港在整個中國有什麼重要性 那個重要性呢 待會我們會討論深圳那些廢塵病工人 這個亦都有一個重要性在 就是你現在全中國沒有地方可以講冤情 只有來香港講的 所以那些吉祥島三個來香港講 是的 吉祥島三個來香港 然後廢塵病又來香港講 這個是香港社會的活力所在 亦都是香港優勝過中國其他任何城市的所在 這件事是上海做不到 北京做不到的 黑龍江做不到的 只會有煤炭感死去的 還有有敵士來錄完的 只可以 是的 只可以有敵士尼 Micky Mouse 不可以有這些東西 這是香港之所以成為香港的獨特性 要向一串走的地方 香港人不去做 誰去做 這件事我不知為什麼 為什麼要做五區總辭 五區總辭 本身就是你香港人去拿回一個所謂的 民主表達的主導權 我表達我自己的民主議員 就算我這個民主議員就說 我歸信阿爺 都是我歸信阿爺 不是阿爺逼我 或者阿爺玩我 或者阿爺陰我 或者阿爺罵我 或者阿爺罵票 罵到緊緊救 然後過去那些爛爺 因為你知道23個泛民 是代表了全部選民的大部分 沒有理由說罵你四票 就可以證明大部分選民同意你那件事 你明白我的意思嗎 這個根本上不是真正的民意 怎麼樣 收拾 妹妹 精盈 精盈講一下 你講一下如何遊說民主黨 年輕人 年輕人 其實對於我來說 我覺得五區總是一種反抗你 因為2005年的政改和現在的政改 其實政府都在玩你 完全是沒有誠意的 都是沒有誠意 但是我們可以做些什麼呢 有行有行 行完 然後你抗議又抗原 可以做些什麼呢 其實無論成敗也好 五區總辭也是一次的反抗 告訴中間政府我們是不相信你 那怎麼辦 我們是不強你了 這樣 那要保存實力的嘛 繼續抗爭 很喜歡聽他那些 好像那些德國幫那些 我們是聽手勢足夠的 那些是吧 演不變演不變 那些 不是啊 那些又錄音 人欲錄音機 又錄了一段 又出不來的 要保持多東西 我們放手是最厲害的 真的 如果反抗完 局面是會有些散亂 在那個散亂裏再重造 到時再搞 到時你說我再搞 那些反對派進去 沒有人會反對你 其實我覺得 我覺得實力是在議會裡面 還有在民意上面 還有在公民力量上面 就是說 我覺得實力其實不只是在議會裡面 那你的總辭其實是會壯大你的公民力量 那這個公民力量也是一種的實力來的嘛 你儲好這個公民力量的時候 那你當然是有一個資本可以再去 回到議會的方法 阿晶瑩是讀晶瑩的 所以他真的懂得 好啊晶瑩 不行的 不行 他說要壯大公民力量 不就是壯大劉光華 阿晶瑩 你瘋了嗎 哈哈哈哈 阿晶瑩 之前說過 你不是化整為靈 回到社會那裏 與市民同在 你經常說權力歸於人民 你們民主黨都有這樣說過 雖然長毛說得多些 但你們都不相信人民 為什麼權力歸於人民 他們已經脫離了很久了 你知道嗎 1992年回來之後 已經發現民主黨不搞靈 1992年沒有民主黨 即是港同盟 1995年開始 他也不搞靈 即是說他不理那些靈 不理靈即是說他不理那些年輕人 他也不去鼓動新一代的人 想來做民主黨 我每次都得罪人 所以我們越來越都收皮了 民主黨 其中一個事情 這是要檢視民主黨的成長過程 其中一個很大的問題 他沒有吸納一些很強的政治意識的人 我不反對 其實我們壯大地區的力量是沒有錯的 但同時你吸納那些 基本上是用選舉而選舉 有些人 不是全部人 我不是得罪人 即是搞鬧的 或者搞粵曲 不斷吸納那些人 不斷吸納那些人 對政治意識批判性 我覺得不強的 反而你去面對一些 所謂阿貞賢所說的 比較舊意識公民意識那些 或者對社會有認識的人 即是都歡迎 但歡迎就是 你當同所謂那個 主流聲音 黨內的主流聲音 那些很實際 即是有矛盾的時候 就變成很難管 你們這些人 你明白嗎 其實在同港富高的這些人 差不多 你這裏好 他現在是在說一些很重要的 香港政黨發展中特色的問題 你多聲氣 這樣做不到 就變成所謂的 影響黨內團體和教會一樣 所以民主黨走到某程度的路線 變成會有些思考的負擔 其實這班前輩全部都是搞社運運出身 我知道我所說的東西 他相信他們當年都說過 不是 你現在留心那班人 他整班在思考上 Defunct 我們叫做 Defunct Defunct 不是Defunct Defunct 失效 你看看整班人 你現在得馬田在想 而覺得這件事對 是 是 你其他那班 你現在逐個數去的 Credentials 他們沒有什麼 真的想法 現在這個才是大問題 就是民主黨 所以為什麽這件事 整個五區總序 你是不是在想著 為什麽你會說這些 不合理的東西 其實我覺得民主黨 假裝負責任 就是覺得 我給了警告 我正在負責任 其實泛民是大家的 難道你說了一個警告 即使如果五區總序輸了 你是不是沒有責任 是不是給了警告 代表你沒有責任 但是泛民是大家的 你應該共同進退 不是給了警告 我就盡了我的責任 我覺得這個是社責 那我又上身了 那我又上身了 我上身做回民主派 那我想問你 喂 那是不是以後你社民連 你是公民黨 要怎麽走 喊得大聲 我們以後跟你走 那不是這樣 我們是一個自己的黨 怎麽可以你說什麽 因為我們要跟你走 我回答你 那不是很大聲嗎 我回答你 很簡單 你這個講是將來 還有你講 你將來 你將來不可以兇 如果你肯這次五區總序 你這次是因為 你自己主動看通這件事 然後參加下去 而不是說 人家逼你 那你就證明自己低B 人家想得到的事 你想不到 然後說 現在你逼我啊 我不敢啊 夾我啊 夾我啊 你們欺負我啊 我就是這樣想啊 大哥 你是大哥 你應該早就想到這樣走 要不然你就不是大哥 就是因為大家覺得 我們民主黨是龍頭 我們更有責任 不要讓你們出亂子 不要讓你們發生這些 自焉自殺的事 你開始像阿爺 你民主黨開始像阿爺 我現在為大局著想 總之你不准亂 總之你不可以有自己的 總之你不可以提其他聲音 你的聲音呢 稍微行險 我都不會玩的了 我都不會看 現在整個歷史潮流 究竟怎樣走 那你是不是看長線 為何一定要這樣自焉 看長線不是自焉的 現在是跟你玩一波 玩完一波之後 可能你會有一些損失 但是你也有很多 無形收益 是你自己應該面對的 如果你現在完全不玩 你也有很多無形損失 你一定要面對 就是透過一個選舉 然後刺激整個新的思潮 和新的文化 簡單來說 可以這樣說 這句就最好 這句就做回自己 好 我們聲服以待 看看五居總辭 到最後是真的五居總辭 還是吾Q總辭